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Lace Down Earth Survival第225集 這集就帶來聖誕樹的完整製作 跟聖誕樹完成後會拿到什麼樣的獎勵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聖誕樹製作好後 你會拿到的獎勵是這四樣 可是是隨機的 我是看到這四樣 因為我發現很多玩家提供給我圖片是不一樣的 我第一次開始拿到這四樣 然後每一天都可以 透過點這顆聖誕樹會拿到禮物 會在這個地方會出現 每一次都不一樣 然後我拿到的東西我覺得還OK啦 就繩子嘛 黃色票券 石塊跟這個 我說的瘋狂賣私裝的褲子 再來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怎麼製作聖誕樹 聖誕樹部分在藍圖裡面 你會看到這個聖誕樹的東西出現了 他需要樹苗木板跟繩子 樹苗部分打 只要是打松樹就會掉這個東西 還蠻好掉的 再來你還要製作的就是聖誕桌 你要有這兩樣東西的話 你才有辦法把聖誕樹做出來 因為這個藍圖做好以後呢 這東西會存在你包包裡 想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放 就是木板上跟草地上也可以啦 做好後呢 你會看到是一棵光凸凸的樹 他沒有這些裝飾品 所以這些裝飾品在你 慢慢疊加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現在有圖示嘛 左邊有個圖示 慢慢疊加的話呢 他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就會像我們右邊這棵樹一樣越來越漂亮 所以我們必須抽取這物品 我從左邊開始講 第一樣左邊那個是松果 他要15個 在下面那個是 東青 他要三個 這兩樣物品呢 你在打松木的時候呢 都會掉松果 所以你去打終極森林的話 是有非常高的機率會掉這個松果的 我基本上打一次都過啦 所以你們可以去打打看 再來就是東青 東青是採集紅色果實的時候 就會隨機出這個東青 他只要三樣 也非常好採集 再來是下面的破步 右邊是繩子 然後 箱子 跟電池 電池部分啊 跟燈泡 先跟大家講一下去哪裡找 像我先開一下工作座 你們看一下工作座這裡 好 這個 七彩霓紅燈的霓紅燈這個小燈嘛 你要拿到五個燈泡 跟電線 就可以做這個 這燈泡 其實我發現大家就比較少會蒐集 我先走到外面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地圖吧 好我們現在到地圖外面 直接跟大家講攻略吧 如果你家打電池 跟 燈泡 這個地方會比較多機率 在開箱的過程中你就有機會在箱子裡面拿到燈泡 像我最後五個燈泡是在這邊拿到的 都就是一直刷這張地圖 你就可以刷這張跟這一張 這兩張互刷的話你可以比較省體力值 開箱的機率比較高會拿到燈泡 跟電池都會拿到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沒有的話呢 你可以這邊刷 當然你也可以去地保 地保化也會出燈泡跟電池 這兩樣東西可以在這邊取得 最重要的是松木森林 這個森林的終極的部分 我讓我只要打一次 差不多聖誕樹的東西差不多收集完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松果 還有一些 木材東西都可以在這邊收集 好 那就是這個非常重要地圖攻略 大家記得就是 這張地圖可以刷燈泡跟電池 好不好 OK 那我們先回到裡面吧 OK 然後聖誕樹的這個獎勵啊 每天都會有禮物 所以 越越暗越來越漂亮 你只要越快收集好這棵聖誕樹啊 你每天可以拿到的獎勵會不一樣 你就 雖然獎勵沒有很好 不過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是個禮物嘛 至少你們不用去收集 去製作這東西 就可以得到東西了 那還不錯 一直到聖誕節活動結束之前 你都可以在每天開著在聖誕樹都拿到禮物 然後聖誕公公到底躲在哪裡呢 我一直找不到他 到底是誰放到這裡面 沒關係這不是重點 好OK 那我們再來呢 要測試一個東西就是 之前官方有寫到說 製作好聖誕樹以後 會有機會可以增加我們 木材跟礦石的取得 等一下我會打採集地 我們去測一下有沒有增加 然後工作座的部分呢 有這四樣物品 你們這四樣物品其實 這些材料都還蠻好取得 就燈泡 比較不好取得啊 這製作好後呢 你全部放進去以後 聖誕樹就完成了 就非常漂亮的 在這邊發亮 其實興起還蠻好的啊 所以我特別把這邊的牆圍起來 好OK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去採集地吧 GO 好OK我們現在出發了 就先到這張地圖來吧 這張地圖的話比較近一點 然後我的燈泡其實在這邊刷的啊 因為燈泡最後缺五個 這邊的開箱率比較高 我測過以後其他地圖 沒有這邊高 而且這邊的殭屍比較弱 也不會也比較不會出肥肥怪啊 基本上我還沒遇過啊 有機率可能會出 可是 比較少 OK我們就帶我們 聖誕半球果然 棒球果然 我剛才講什麼 半 棒 三個 一樣啊 這顆呢 一樣 三個 三個 真的沒有比較多啊 他官方文案裡面寫到說 製作好聖誕樹會提升我們的 礦石跟木材的產量 看起來沒有啊 好OK我到了終極的森林了 這邊我就直接採集吧 像我是就是把殭屍全部殺光光以後 喔拿到了沒有 松果 這邊都拿到了 我是把所有殭屍殺光光以後 打錯了 就是開自動 聖誕狀一把手槍 你就可以王蜂這裡了 非常快 然後多帶一些 那個 斧頭 身上記得一定要控格 以控格盡量 就是把這幾樣物品都放在身上 就是我剛講的松果 東青 這些東西放在身上 要塗一塊 對你記得要 衝鋒的格子 不然你的東西會被洗掉 因為你格子的容量不夠的時候 那些物品他放不進去 他就自動沒了 好OK我剛剛已經打完終極森林了 沒有全部打完 不過我已經拿到很多松果了 所以松果在終極森林 是非常有取得的 像我剛剛沒有拿到樹苗 樹苗基本上在下面這張地圖 你就可以拿到了 這張地圖的森林也會有 這張也會有啦 只是他出現有一定的機率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 把聖誕樹做好的話呢 你就直接刷終極森林 你會拿到很多的資源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聖誕樹完成 然後聖誕樹完成後 每一天都會有 禮物就我剛剛前面講的 禮物的部分是 隨機的 有可能有好有壞 總之他是免費東西 我們就 多少拿一點嘛對不對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聖誕節過後啊 像烤雞大餐這些東西啊 基本上這些物件都會全部消失 跟萬聖節一樣 會留下東西呢 最後等更新 下一波更新 會有新的任務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 會有哪些物品 哪些物品可能會保留 哪些物品會不見 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集呢 就帶來大家 怎麼製作聖誕樹 我相信你可以成功的製作聖誕樹 每天拿到禮物 聖誕禮物的部分 應該是到聖誕節結束後改版回 改版回來後就沒有了 那今天這集呢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 攻略跟分享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並持續的訂閱我 繼續追蹤我任何情報跟資訊 都會分享給大家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